好 最近的天氣好像不太穩定 那麼更多的氣象資訊交給氣象主播周宇如 沒錯 最近天氣真的很不穩定 尤其今天水氣是比較多 但是中午時間其實外頭還是有一點點熱 目前最高溫是在新竹縣的新風 已經來到了三十六點二度 新北市三峽三十六度 在桃園是巴德又三十五點八度 但昨天最高溫是三十七點二度 所以今天的溫度 目前來看是有略為下降一點點 因為主要是水氣比較多 但是中午時間不管如何還是要注意 沒有下雨之前還是偏熱 因為看看紫外線的部分 全台各地幾乎紅通通一片 就是來到過量級 其他地區也是有過量級 或者是高量級 所以提醒大家還沒有下雨之前 還是要防曬了 至於下雨的部分要提醒您 今天哪些地方會下雨呢 來到恢復圖來看看 今天主要是一個偏東風的環境 所以把東邊的水氣 而且明顯看到東邊有很多水氣 慢慢的移進到台灣裡頭 所以在台灣的東邊 迎封面就相對來說雨會比較多 所以今天整個東半部 大台北地區 都有一些局部短暫震雨 但午後中南部還是要留意降雨 尤其整個雲林以南 不排除會有大雨發生的可能性 南投大雨的可能性也是蠻高的 所以提醒您 其實下半天出門 最好都要帶拔傘了 至於接下來幾天雨會怎麼下來 看看未來降雨趨勢 今天就是相對來說 剛剛提到中南部要留意降雨 而明天開始禮拜五 就要注意了北部東半部 也會一直有降雨的狀況 至於各地 午後一樣中南部 雨相對來說比較多 至於禮拜六 其實水氣也是偏多 而且午後雷震雨 有些地方也是會下的蠻大 至於禮拜天到下週一 主要就受到了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北部宜蘭花林跟馬左短暫震雨 中南部還是要留意降雨 至於到了下禮拜二中秋節 看起來水氣也是偏多 所以要烤肉的話 可能要看看天氣了 最後來關心的是各地的穩度 首昂北 台灣的部分 基隆台北 新北 27度到35度 降雨機率30到50 陶雲新竹27度到35度 而在中 台灣天氣同樣蠻不穩定 尤其要留意 午後雷震雨 南投雲林降雨機率有30% 高溫32 33度 而在南台灣的部分 高雄屏東降雨機率有60% 高溫33 34度 而東台灣的宜蘭花蓮 台東降雨機率同樣是 偏高50%到70 高溫31 32度 至於離島 澎湖 金門 連江 降雨機率20% 高溫32 33度 以上這一節的五間氣象 立刻下載 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